大家在週末假期 有沒有偷偷跑出去呼吸新鮮空氣呢 如果有請自首好不好 因為我們都是要上班的 好 如果有的話 口罩還是記得攜帶啦 必須戴起來 不過其實這個禮拜 都是高溫炎熱的好天氣 氣象局說 由於太平洋高壓勢力 逐漸的在禮拜三開始減弱了 全台都很有可能出現 午後雷震雨 甚至轉為大雨的天氣形態 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很想出去走走 記得要攜帶雨去 那今天在清晨的時候呢 在中部地區是有些零星下雨的現象 那預計在今天上午之後呢 這種降雨的現象就會逐漸的緩和下來 那取而代之的 會是今天的午後雷震雨 那今天午後雷震雨的區域呢 看起來是在我們的山區 以及在嘉義以南的平地 會是比較容易有午後雷震雨的區域 那請大家在下午出門的時候呢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去備用 那午後雷震雨的發展呢 看起來會發展到比較晚 可以看到其實在入夜之後呢 還是在我們的山區 以及在嘉義以南地區的部分呢 還是有一些零星午後雷震雨的發展 這點也請嘉義以南地區的朋友們 要多加的留意 那另外除了午後雷震雨之外呢 今天還是會有一些零星的對流 在我們的東南部恆春半島這邊 偶爾還是會有一些零星的零星的對流 從海面移入 那偶爾會有下一些短山震雨的機會 這點也要特別的注意 今天到禮拜二之前呢 都還是太平洋高壓勢力 影響的天氣形態 不過到了禮拜三之後呢 太平洋高壓勢力會逐漸的北台 而且逐漸的往東退 那簡單講呢 就是太平洋高壓勢力呢 在禮拜三之後呢 就會逐漸的減弱 所以我們這邊的大氣系的不穩定度就會提高 那大氣不穩定度提高 第一個感覺就是我們的午後雷震雨的區域 跟午後雷震雨的量值呢會增加 所以在禮拜三之後呢 各地都有午後雷震雨的區域 而且在午後雷震雨的時候呢 還有可能出現局部性大雨 另外在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因為整個東風 就是整個太平洋高壓東退之後 熱帶的系統的勢力會上來 那不時的會有一些對流從東半部的海面來移入 所以東半部地區除了午後雷震雨之外呢 其實在其他時間也有可能出現局部性的短暫震雨 所以在東半部的地區降雨繼續提高 那各地午後的雷震雨的量值跟午後雷震雨範圍呢 都會明顯的提高 所以喔 然後呢 在那邊